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下游戏破解 那个 今天我就以这个疾风魔女这个游戏为例子 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个游戏的观光介绍呢比较好玩 他说这个是一种是一个比较好玩的游戏反正 我们先点击开始 我想让他打枕死掉了 这个游戏是挺火爆的一个游戏 不要复得好玩我觉得 打枕死掉算了 nice 这游戏进行太长了 就是大皇上死不了 我们先等着这个游戏这一局完了再说吧 把死掉的话 没几万呆 你怕没几千钩 太疼啊 亮亮这个 好 你怎么还没写 好,就是要想让他死掉,然后我们内钩一下,看看是有什么提示 比如说我们一键收买,然后我们点击取消,然后点击取消,上面其实支付失败,其实支付失败,然后我们这里购买钻石,我们看一下,点个20,取消,还是支付失败,所以说 哦,这个游戏我还没有,好像没备份,先打开幸运破野戏,游戏,给他备份一个,好,为了看的方便了,我给大家把这个打开 我们打开这个游戏,在这个classdex文件里面,我们先搜索一下,在这个自付超量池里面先搜索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叫支付失败 好,我们正好就在这里找到了支付失败,然后我们全部选上复制,然后在这里搜索力,然后我们直接搜索字符串 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然后我们就需要一个一个的点开看一下 这是一个 好,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个支付成功 你看一下,整个看一下它的代码 这里有支付成功,操作以取消 这里有支付失败 这里支付失败 这个游戏呢,一般的游戏呢,我们在破解的时候,破解内构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把它的那个 判定给它删掉就可以了 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它就像类似这种的 类似这种的 但是你看它在这里,它就没有 没有,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个-1 但是我们在这里,就是在荧幕Wake里面有个 V0,V1,V2 它这里面有这件定义 然后我们在这里就只需要,我们看一下 它其实是-1的话就说明是支付失败 要是 它的这里面的V0,V2它是相等的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1改成0看一下 我们先破解试一下 改成0,好 这个我们就改完了,保存 然后我们刚才是改的是这一个是吧 我们看一下刚才那个改好了没有 支付失败好,这已经改好了 我们再点击第二个,我们在这里面搜索支付失败 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在这里就有一个支付失败,这里有一个支付成功 然后我们再往前看,操作一取消,这里 这件代码,其实其他的其实我们都不用管 其实,我们 比如说我们看到支付失败的时候 我们对应着支付成功 这一个代码,然后我们看 支付成功的话,它这里有一个定义 就是,你看,它这里V1 V0 但是支付失败,它这里就是V1 -1 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它这里 Movic这里面定义的是V0 所以说,-1的话 就说明它支付失败,我们把 把-1改成0 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改成0,因为它这个萤幕 有可能定义的是V0 嗯,我们不用考虑那么多 就是活跃一点,思维活跃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看它这里 它支付成功,这里0乘以9 是吧 然后我们再看 其实破解方法很多 V0 V1 0 好,这个我们就改完了 然后我们再保存 看 下一个,这个是支付什么的 on being finished 这是 支付成功 yes 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 也是同样的 这里你看支付成功 它这里就是V0 V10 但是你看 跟同样的,刚才同样的方法 这里定义的是0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把这个-1改成0 就可以了 我们改成0先看一下 能不能破解成功 要是不行的话 我们再看,再想其他的 刚才试这个嘛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里面这件代码都 对不起 余儿查询失败 这里呢,我们可以 这里它没有定义什么 这个萤幕欲可里面什么都没定义 这个我们又不用管 因为它没有牵扯到支付失败 支付成功的话题 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个支付失败 然后我们再看它的上面的 从这一段开始 然后 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看下面再有没有其他的 这里是否成功 你看 它这里的V4 然后这里有个1 是不是 然后我们看 这里V0 然后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一个-1 看到一个-1 就说明 它这个-1是 在这里就是代表的是失败的意思 我们看到这里有 萤幕欲可 这里你看V0,V4 然后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1 改成 0 就可以了 或者改成1 我看看 这里你看是0乘以0 所以说我们这里就改成 直接改成0得了 那就改成0就可以 改成0之后 我们点击保存 好 我们再返回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PileFailed 就是支付失败的意思 我们在这里看到支付失败 你看它的V0 V1 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支付失败的时候 它这里写的是-1 就说明是不等于0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只需要把-1改成0 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全部保存 我们把刚才这个游戏给它先删除 删除之后 先去确定 然后我们再签名 然后我们再签名 所以说 我们先安装先看一下 好 这游戏又有剧情 很麻烦 好 你卸打了 重新安装他背部这个剧情 所以说 我们等一等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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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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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接拒绝 看这里它又购买成功了 好 这就说明我们现在已经内供破解成功了 我们现在只需要把它的 我们再把它的这个里面 把支付失败给它改成支付成功就可以了 搜索一下 支付 失败 改成支付成功 好 我们再保存 然后我们在 刚才是 没有飞行模式的时候我们玩的 然后我们现在点击一下飞行模式 然后我们再打开这个游戏 看一下 看一下 简直飞行模式的话就不一定 这个游戏你看飞行模式的话它就出现那种造型 所以说我们重新开一下看看 没有支付 其实的是没有找到支付游戏 好 我们现在不管了 我们在这里是购买这个开门的成功 好 它是不成功的 就说明 目前它是不支持飞行模式的 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下 什么没有找到支付通道 在这里搜索一下 没有 找没有去看一下 好 这里 啊 没有找到支付 去到复制 然后我们在这里 然后我们在这里眼看到了 对不起 你的手机没有上门卡 如果说没有卡的话 我们把这个没卡的眼睛拿 都可以破解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直接搜索 全选 粘贴 确定 我们搜索一下 看这里是什么提示 带码特别多 短信支付 没有找到支付通道 操作与取消 这里它又有一个没有找到支付 我们看到 这个里面 萤幕一个定义的是V0 V1 V2 它这里呢 又出现了一个负2 我们现在把这个负2给它改成 因为它的 V2对应的是V0 所以说我们改成0 改成0就可以了 改成0我们再保存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 是什么提示 嗯 重了 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编辑代码 我们在里面再搜索一下 嗯 嗯 粘贴确定 好 直接搜索跟没有吧 没有 然后比如说你的手机没有SUM卡 我们这里全选 我们复制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搜索类 全选 全选粘贴确定 全选粘贴确定 对不起你的手机没有SUM卡 无法使用花费支付 这里 这里其实是制服成功 它这里说你的手机没有SUM卡 它这里定义的是V1 定义的V1 但是这里呢你看它又是V0 所以说我们把0改成1 或者说把EQZ改成NEZ EQZ改成NEZ 都可以 然后 我这个上面现在是有卡的 所以说我就不用 不用管那么多了 确定 确定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继续编辑代码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继续编辑代码 把刚才 这里是没有 没有找到 操作取消 这个呢我们刚才已经 肯定是破解成功了 所以说这里就改成 支付 成功 好 保重 支付失败我们都保重了 所以说我们就不用管其他的 保重签名我们再看一下 他还能不能购买 MT他的签名是一样的 所以说之前我就不需要卸载 就只副盖安装 现在是飞行模式 现在是飞行模式 好 好 好